哈哈哈哈 哈囉 大家好 我是HAMO 好的 來玩我們的KO4STAR 今天是4月12日星期五 祝大家週末愉快 今天來玩一下神盾吧 呃 獎勵依舊啦 就是五百五百一千 有兩千紅寶石 然後14天嘛 第一週跟第二週 總共可以打14場 然後會有這個水晶嘛 彩虹水晶 然後這個EX記憶 然後沒有用的這個高級記憶碎片 沒啥用 今天你抽到之後應該很快就練起來了 這只是讓你 幫你趕快可以到覺醒九星這樣而已啊 好 那這次 傷害難度Double啦 Double 我剛還是看那個俊傑留言我才發現 因為我還沒打 我就是錄的時候再來打 就這個半夜時間我才來打嘛 我們來看一下喔 呃 首先我神盾系統 呃 還不到24萬 所以這邊是MAX MAX 我第一隊用MAX啦 為什麼 因為第一隊可以打滿40秒左右吧 然後第二隊可能打不到20秒吧 因為那個他變色他是分開的 就是40 20然後24 但是其實那個秒數不一定 因為有時候你常奧義啊 你奧義什麼他那個會被打斷 打亂屌 反正我就選阿修啦 那亞典娜就沒辦法 我就選三隻這樣 好 就選這三隻那 那 先來看一下我角色吧 好 我就用當期他們自己的卡片 這個是馬丘亞 馬丘亞跟拜斯的 我就有抽一套啦 然後這個都沒動嘛 這個有啦 我那時候不是 換了一張卡嗎 所以換一攻擊力比較低 氣勢不變嘛 因為有一張卡吧 應該是這個吧 我原本是怎樣 有幻影攻擊力嘛 原本可能是用哪一個啊 可能是用這個吧 可能是用這個吧 氣勢2萬嘛 然後幻影攻擊力22萬 對啊 但是我覺得影響不大 影響不大 然後另外一隻紅屬性 萬歸嘛 萬歸我就有4星而已啦 那不過那個 當初這一套我有抽兩套啦 因為他有第一彈第二彈嘛 你就給他抽啊 當時是有分第一彈第二彈 他是終極跟新的開始 新的開始就那幾隻啊 無界啦 他 阿修啊 還有什麼 災事啊 還有一個 暗黑草屜啊 Kusanaki 那這個 我有沒有調整我就不知道了耶 我有調整嗎 這一隻 喔沒有 你看氣勢跟幻影攻擊力比較低 我看一下有沒有可以換的 那耳機是不是 那這個咧 這邊是好像還好啊 然後這個咧 好 這個就有4星啦 所以那個OP值其實很低 不能打工廠 沒辦法打工廠 所以無所謂 好 這是第一隊嘛 那我就隨便配一隻無界啦 無界比較坦吧 但是還是會被打死啦 因為你沒有去氣勢威壓幫他加一加 呃 第一隊是威壓吧 第二隊是氣勢吧 就是那個 BOSS的加成啦 BOSS的加成 待會我們再去看一下他的那個攻略吧 然後綠屬性的話 我就用阿修嘛 我阿修自己的卡片 我阿修這邊幻影攻擊也還20萬不到而已 然後這邊2萬4 老樣子啦 我覺得氣勢比較重要啦 這個氣勢比較低 幻影攻擊比較高 氣勢沒用 應該把氣勢拉起來的 然後這個就用雅典娜他們自己卡吧 我也是只有湊一套啦 就雅典娜跟那個二階塔很晚嘛 所以我現在二階塔很晚沒有裝卡 反正這次也沒有要上他 好 那綠屬性第三次就隨便上個敗絲吧 敗絲就當時是湊出來的嘛 就因為剛好就 好像 我不知道湊到幾抽吧 可能一千抽吧 還是900多抽 忘記了 反正就爽五星這樣 敗絲跟馬丘曉是一起的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成盾吧 我可能就是120沒辦法過嘛 我可能就要分好幾天打 目前的獎勵這邊全拿是70B 哦 70B 那也就是說原本是35啦 原本如果你是低空過的人就是要3.2B 每天打3.2B多 那你去抓整數就是你要打6.6B 因為現在double了 也就是說七天 一場 每一場至少要打6.6B哦 B 才可以過 才可以把這個獎勵全拿 反正你就是多打一點啦 多打一點就把他打爆了啦 然後這個是每天打可以再拿到這些獎勵嘛 反正如果你拿到70B的話通常都是拿1萬 拿9000多啦 9000多分啦 這邊可以拿到9000多 可以爬到這邊嘛 那下禮拜再爬完就爬完了 下禮拜打一打就爬完了 反正這邊就 唉唷 這邊是1000 2000 3000 這邊是3000 我剛剛是講2000講錯了 這邊是3000 少看一個 3000還是要加減拿一下 那業績就看人了啦 能拿就拿嘛 好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攻略資訊吧 就屬性變化是綠黃紫啦 所以你要上紅屬性 第二隊可以上紫屬性 紅綠可以上綠屬性 也可以上黃屬性 就紅綠黃這三個屬性 你就依序這樣排 看你要怎麼排 反正第一隊一定是上紅屬性 好 這邊有一些弱點 喔 量值曲解跟墮壁秤 他的弱點 然後第一隊是七角色 七角色跟雪魯蜜是打不死的 他們雪魯蜜是打不死的 你是打不死他們的 第一隊他就會加威壓嘛 那你氣勢就要夠高 不然你就打不太痛 那第二隊他會加氣勢 那你威壓就要夠高 不然你就會被打得很痛 所以我才說那個 神盾系統如果你沒有弄的話 你很容易就被打死了 畢竟神盾系統這邊有加氣勢跟威壓嘛 這邊有加起來 那基本上我目前是三隻啦 沒有抽卡大概就三隻啦 好 這是第一隊第二隊嘛 然後你看他這邊就會用什麼什麼 催戀之大力啊 你被他鎖定的時候最好跑啦 最好跑去旁邊啦 好不好 手領會獲得胎洞啊 胎洞他就會放強大技能魂 反正你就跑給他們追啊 看他打哪一隻 你就控那一隻跑一跑 好大概是這樣吧 那第一隊我就控那個 馬丘雅好了 我不知道我這個馬丘雅跟那個 萬龜誰比較強 反正我剛剛是控馬丘雅 沒有管萬龜 然後第二隊我是控阿修 我就沒有管那個 雅典娜 你可以都不用跑啊 反正目標是6.6B 就練習一下 你就練習一下 有空就 哪天有空就給他全部打一打 當然你可能 夠猛的話就一次就畢業了 70P打下去就過了 好大概是這樣吧 我們來玩玩看 反正我會覺得玩起來 比之前還要難 因為我角色這幾隻角色 沒那麼強啊 沒那麼強 紅屬性我就只有我爸一次 馬丘雅 你看他變 他變綠屬性了 一開始他是五屬性 沒打好他一直弄我 無界跑 無界跑 無界跑不掉 我剛剛是第一隊打到快10B吧 因為那個他會打 碰到他 你被他打到你就會是 你那個 那個 技能就會被他 就會盾掉 我已經畢業了 好他變色了他變色了 我建議你是不要奧義 就死掉就好了 就自殺吧 因為黃屬性 黃屬性時間快沒了 他還是只有40秒時間嘛 我們第二隊待會打一波吧 反正目標是6.6B啊 你就放寬心一點了 沒辦法 一把要死破就 每天打一下 打的很爛啊 才10B而已 他已經變色了有沒有 所以那個 這一波就是有點看運氣 他變色了 然後你沒有辦法爆發輸出 就打不出傷害了 所以我才說綠屬性 打不太出 打不到什麼傷害 這邊這一隊要上那個黃屬性 上黃屬性會好一點 反正就加減打一打吧 打個12B也好啊 就打3、4把鑰匙也過了 好這招很痛喔 這招很痛你可不可以被打死 你看還沒有上那個 神盾系統都被打死了沒有 沒有那個氣勢威壓就有差啊 所以我才會把第一隊 氣勢威壓都給第一隊 神盾系統喔 第二隊就不要 因為第二隊打的 描述實在太少了 還來不及爆發就變色了 嗯 我這次來玩一下 用一下萬龜好了 碰一下萬龜怎麼樣 Irashy 萬龜 他的爆氣 好萬龜是這樣 萬龜 沒有回到能量 我記得他的爆 他的那個PUE好像是輔助型的 而且他還有三骨氣 可能還是要控馬修羅比較好 馬修羅在旁邊轉轉轉轉轉轉 可能會好一點 我覺得馬修羅在那邊 破轉有沒有 不要被他中斷 而且傷害比較高 我已經在萬龜才四斤而已 畢竟我這萬龜才四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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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趕快自殺 自殺不了 他那個黃鼠鏡拿就沒了 黃鼠鏡沒了我們也沒辦法 阿修又爆不了又沒辦法 我都不想爆氣了 他的那個黃鼠鏡沒了 你看那個直鼠鏡足足快一分鐘阿 所以第二隊一定要上黃鼠鏡 就是這個原因 阿變色了你看沒了 沒了 剛好變色我沒辦法爆發 第二隊沒辦法 拿不出傷害 我要自殺了 第二隊直接自殺算了 上自殺隊 這樣第一隊打完 第二隊不用打了 省時間 我有試過如果都不奧義的話 如果那個變色可能就比較OK啦 我們再練習一次 我這次不要奧義 不要凍結時間 就讓那個秒數順順的跑過去 我來控萬龜就好了 馬丘阿美在那邊轉轉轉轉 會被中斷 我都不要奧義 這招奧義有沒有用 加個氣勢 看現在瞄準誰阿 不管他了 你看我都不奧義喔 不要奧義 這個可以阿 這個一點點時間 你看也是9B了阿 好剩下20秒 好20秒變黃色 那我們希望那個黃色可以撐的 再20秒 我都不要奧義 那我阿修可以打出一波傷害 好我們不要奧義 阿阿來不及還是變色變紫色 看那個沒辦法啦 反正目標就12B 12B你可以少打幾場 一天10B嘛 然後七天就70B 剛好全部打死了 獎勵全拿 好啦這個你有黃屬性 就可以打滿四五十秒 那傷害應該可以打得不錯吧 我沒有黃屬性 我沒有凱爾阿 沒有齋世阿 然後沒有那個啃阿 那些都黃屬性 我都沒有 OKOKOK 今天就玩到這邊阿 總之就是一天打10B嘛 對不對 那七天就70B 剛好剛剛好 嘟嘟好 而且都不用奧義 隨便打 不用藏奧義阿 你就這邊技能按按按按按按就好了 而且我控萬歸阿 或是控拜師都差不多 可能控拜師 有機會打高傷阿 因為拜師那個轉起來比較痛阿 因為拜師那個轉起來比較痛阿 畢竟萬歸我才四星嘛 好那第二隊完全就打醬油 沒辦法 屬性的關係打醬油 OK那這一期就這樣吧 這次神盾還是能畢業阿 只是又多打幾場阿 每天多打幾把要死阿 每天就累積 的鑰匙都要打就對了 我是這樣我是這樣 好我是阿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訂閱點贊 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 大家掰掰